大家好 我是小野 欢迎你收听我们一个新的节目叫做新故乡 动员令 民国一百年才刚刚过 民国一百年很多活动 那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对我来讲有两件事情 跟我比较有关系印象深刻 一个就是 子凤之文教基金会办的 儿童乡村艺术工程 的一个活动 花了五年时间走遍3199年 相争大概办了 380场以上的表演活动给儿童看 这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个人 很兴奋的一个活动 另外一个就是 我个人跟中国时报 合办的一个活动 就是访问那个 把台湾带到世界去的一些人物 大概访问了12个人 那这些人都是把台湾这个概念 带到全世界去的人物 那今年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节目 就是由 子凤之文教基金会跟中国时报 联合起来办一个活动 是专门访问 留在台湾自己故乡里面 想打造一个 新的故乡的一个人 那他跟把台湾带到全世界 确实一样重要的 因为他重新打造自己 的故乡 然后成为一个新的故乡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上 蔡佳阳先生 那我认识他是在 就是最近大家最知道的一个 反国观实话 运动中看到他这个人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蔡佳阳 蔡佳阳我 跟你在一起发现你的肩膀非常厚 然后非常那个很稳重 然后好像是一个推不倒的那个石头的感觉 跟我们在台北长大的那个 那个软角瞎不太一样 比起来你们这种在在地的 要维护一个 自己的生态环境跟整个大的环境 奋斗的人 都有某种特质 那我们就从 我见到你开始讲起好了 今年 是我在我的 生命经验中蛮特别的 我也是属于那种在都会长大 一辈子都很少离开 自己都会的 那今年刚好在 在某种号召下 下了彰化 去两次 意思是就是 反国观实话一个运动 刚好是 胡森老师 号召一些作家下去 坐牛车 然后去看到那个师弟 看到那个朝间带 那我们看到那个 西部的彰化 彰兵海边那种 壮阔的感觉 第二次是 那个反这个中科事情 跟佐水区抢水 那我又下了彰化区 突然觉得自己 活在都市里面 真的蛮惭愧的 那我在 许多活动中一直看到你 才知道你是长期保护这个 这个 尤其彰化湿地 海边这一连串的 方苑王宫这一区 整个 西海岸的那种保护一个守护省 我们就从这个 国关实话讲起好不好 因为 最后得到这个结果是暂停了 对 那这个真的是我们当初 所有搞社会运动的人 都不敢相信的 因为 他的利益 会跟很多利益冲突嘛 没错 那可不可以从这个讲起来 好 所以其实我们 也一开始都不被看好 说我们竟然可以 把国关实话给反掉 怎么可能靠几个 环保团体 或是几个无名小族 就可能把这种 国家型的 这种大型的建设 给扳倒 但是我们一直相信的坚持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价值 是这个海岸 这个湿地 或是这块土地 它应该要用什么样方式去利用 比如彰化 这是一个 着水溪的冲击扇 它本来在我们 地理课本上面就说 这里是台湾的古仓 羽米之乡 所以它生产台湾 大概 一半的稻米生产 是彰化跟云林两线生产出来 所以原来的水资源跟土地 就是要供应这一块 台湾生长出 粮食供应台湾人的需求 结果呢 过去的六青 然后现在有国光石化 然后张宾工业区 甚至是 中科科学园区 一直在掠夺这块土地的资源 当你工厂刚下去 像石化厂 这种都是高耗水的产业 所以水本来去养育 稻米 农于产品的 结果现在变成工业 然后废水又排出来 空气的污染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是整个国家对于产业发展 是没有国土规划的 应该要把 张云地区变成一个 优良的农于产区 那所有的工业开发 就不应该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当时 也是积极用这样的一个概念 包括用白海豚 这种湿地海岸的 这些重要性 然后引起全民的 这些认知说 原来这个开发案 不是彰化云林的问题 那其实牵扯到 台湾对于粮食供应 然后水资源的污用 甚至是湿地 白云的消失 这其实跟 我们台湾每个人 都息息相关的 所以最后看起来是 在马英九总统 4月22号 是宣布 终结了国光石化 的开发案 因为这一天 又是民国100年的 世界地球日 所以我觉得 这个会成功 是天时 地利 人和 因为时间点 对我们太有利 怎么可能会在 世界地球日那一天 宣布 国光石化 新建是不可能的 所以时间点对我们来讲 非常重要 它这个停建 是不是永远停建 还是说暂时停建 它的宣布 你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 应该是说 总统 马英九总统 宣布说 国光石化的中油的工股 不支持 在彰化海岸的开发 所以也就是说 当如果国光石化 它选择其他的 场子的时候 其实就有可能 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 看起来是 可能是暂缓而已 国光石化这个公司 它可能会未来用 不同的 形式 出现 但是我们认为 是不可能 这种大型的 因为国光石化本来是一个 上中下游 的整合 所以它需要 很大面积 很高的用水量 但是总统也知道说 其实我们有 面见过总统 跟总统报告说 国光石化 对于整个台湾的产业是 永续发展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 可能会朝向 高质化 就是 下游业 石化业的下游 一些高附加价值 像 一些特用化学品 一些比较 精细的 这些石化产品 而不是那种 所谓的塑胶粒 PE PVC 那种 高污染又 低附加价值的 石化业 大概不会往这个方向 所以其实我们 是认为说 只要台湾有一个 好的国土规划 产业的这些 类别放在哪个应该放的区位 那其实是 更良性的发展 而不是要认为说 你们环保人士好像什么都反 好像遇到 火力电厂也反 核电厂也反 石化厂也反 不是这样子 而是一个 有没有依照永续发展的精神 所以我们这一代 其实已经够满 已经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不要再去掠夺新的资源 去让下一代人 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因为石化业 可见的未来是一个 有限的资源 石油 所以你不可能去无限制的扩张 石化业 所以我们反国光石化 并不是在反石化业 而是反对石化业的 扩张 我们不需要这么多 像国光石化号号称 八青 就是我们有123456 六青 六青 七青没有盖 七青是在 濱南 那个 就是七谷西湖那边 所以当时他们用的物种是黑面皮露 所以黑面皮露在七谷西湖 这个七青也是一个蛮奇迹的 本来也是一定要盖的 对 环品是通过 是因为业者跑掉了 跑到中国去 所以最后整个 计划是终止的 但是他们用黑面皮露 这件事情来对抗 对 那你就用白海藤 白海藤比较容易解释这个环境 对不对 对而且我们用对物种 你看一个黑一个白 黑白狼军 刚好是把 两大七青跟八青都给打败 所以我就想说 黑白狼军最有名一句话就是 白人的失败就是 坏坏了 所以等于是 台湾未来不会再有这种大型的石化厂 在开发 因为大家只要想到国光石化这个案例 就不会再可能有九青十青 因为等于是 正式宣告台湾大型石化产业 就是到六青为止 不会再继续扩张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反国光石化一个非常重要 给大家对石化产业 或对经济发展的想象跟选项 有新的这种 调整的空间 其实白海藤非常漂亮 因为它皮肤是粉红色的 最近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白海豚 就讲这段历史 白海豚怎么样在 在台湾的海岸生存 然后怎么样 透过白海豚的生存 来去抗争国光石化的过程 那个纪录片看的 很感人 白海豚其实是一个 很稀有的动物 它在台湾的西海岸的某一段里面生存 你们借由白海豚的生存 去解释台湾的西海岸的海域 其实很多人讲到国土规划 我个人的了解 台湾过去 几次大型的国土规划 只要错误的话 它就影响到世世代代 它永远无法再回来了 这点是一般人慢慢开始有这个认知 就说 弄6星6弄7星有什么关系 它确实有关系 因为它会影响到世世代代这个土地 就无法再回复到原来的样子 然后台湾的土地 又极端脆弱 台湾的土地跟其他国家比 它是一个新生代的土地 其实很脆弱 所以现在看到土石流这么多 就是看到它 终于开始垮了 那个土质 什么结构开始垮 它影响是世世代代的 对 所以我们才说 要对台湾土地要有很深刻的了解 认识之后 你才能够做好这些发展 所以我觉得台湾很可惜 我们海岸线 其实台湾包括海岸线 包括山都是非常多样性的 生物多样性之高 全世界是有名 所以很可惜 没有多出几个达尔文 那我反正多出了很多 研究了台湾的土地 反正多了很多这些财团 去吸干了台湾这些土地的血脉 所以非常可惜 所以我们才说 白海豚它其实是一个异象 它并不是说 你看你们爱白海豚 就不爱人 不就不爱人 其实我们爱白海豚 保护白海豚 其实就是在保护台湾 海岸的干净 对生态 如果今天连白海豚都活不下去 那何况 直接 我们台湾 靠海为生的这些 农运 渔民 甚至我们的粮食生产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不要去载化或对立说 就是因为爱生态 不爱人类 这样是完全错误的 我大概在1990年做过一个纪录片叫做 寻导台湾生命力 我那时候差不多20年前 其实我那时候对台湾的地理历史了解不多 我也是跟一般人从小受教育 不太了解左水溪在哪一边 云林跟嘉义哪个比较南边 我搞不清楚 所以我在1990年做那个时候非常惭愧 做一个噩梦 梦到时候叫人家 考试叫我画个台湾地图 画不太出来 左水溪 我自己慢慢接触 又发现真的蛮惭愧 尤其我们的北部人 不太了解左水溪 汹涌的水是黑色的 夹带很多铁子 多么的营养灌溉了我们的稻田 然后左水溪 出海口 全部都是冲击上 最有营养的有机物 然后台湾海岸的那个 潮间带 我们去到彰化 方苑王宫那一带 潮间带很长 很快 海水盖过来了 退潮的时候 退出来的那块叫潮间带 非常脆弱 很多生物 像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知道说 我们对台湾了解时代非常少 对没错 就是说在这个 对乡土的认知上 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代沟 大家只看到一个 眼前的尽力 好像为了经济发展 什么都可以牺牲掉 就像为什么在彰化 在左水溪口 会有这么宽的潮间带 因为左水溪 含砂量很大 所以冲刷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 平原 平地 然后再加上 潮差很大 因为中台湾正好是潮水从北到南 集中在中部 对 所以潮差可以 震2.5公尺 退潮的时候是 -2.5公尺 所以一个 平坦 的条件 加上潮差很大 这两个条件之下 才会形成 台湾最宽的 潮间带 其实这个在从1636年荷兰人画的一张台湾古地图 就可以发现 荷兰人就已经知道 对 佐水溪北岸的彰化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潮间带 因为他土地会忽然变大变小 对 所以 国土 所以 其实这样的特性是台湾绝无仅有的 因为只有这个条件 其他台湾地方 比如花东海岸很漂亮 山就接着海 但是它很陡 潮差又小 所以它的潮间带又不大 所以墾丁也好 台北这些金山也有也好 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形成这么大的潮间带 所以这样的潮间带 其实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讲河口生态系 它其实是全世界前三大生产力 不输给热带雨林跟珊瑚礁的一个生态系统 所以我们讲说在这边的 招潮屑 谈吐鱼 密度非常的高 也就是因为这里的能量很高 所以会有养殖牡蛎的产业 养殖文革 钱还捕捞 其实我们这个海产都是 从这块湿地 这个海岸 所 获得的 所以我们不要说 这个湿地没有用 好像 烂泥巴 其实它提供了 很重要的粮食的来源 我那时候在做那个 刚刚讲到那个 寻找台湾生命力的时候 最后我有一个答案 就是 发现这个河口的生态系 你刚刚讲的 充饥善 还有就是潮间带 很像台湾 这个历史中 台湾的命运 很像台湾人 活在那个 一下子被海水淹了 一下就退了 忽然很干 忽然很湿 一下被太阳晒 一下被水淹 满像我们台湾人的宿命 所以那时候 我很多朋友说 寻找台湾生命力 你找到这个 我们讲一个 我们可以做广告 做广告说台湾生命力是什么 后来我找到 略略的答案 就是你讲这个 像佐水区的河口 那种冲击散 还有我们的潮间带很大 然后大家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非常艰苦 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聊 方苑 湿地 这些东西 我们再跟深刻的聊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